影片裡的伊斯坦堡是很多台灣遊客 到土耳其的必經景點 一千都要香港轉機 不過從331開始 桃園機場就能直飛 2 1 結束 土耳其航空正式從台灣開航 打著直飛伊斯坦堡的優勢 加入歐洲航空大戰 前兩個月推出歐洲32個航點 去英國 法國 德國都有遊會 單點的轉機可以直接到達目的地 這個對我們來說 其實比以前有更多的選擇 以及行程的變化會更豐富 這是我們3月份 將近30團的歐洲團 厚厚的一疊都是這個月 到歐洲旅遊的資料 業者說去年歐元貶值後 讓出團游歐洲的人數 明顯增加1到2成 現在土耳其直航 加上舊游的東方航空 阿聯酋航空 阿提哈的航空 主打轉機入境旅遊的機會 勢必讓後續遊歐人數持續攀升 不過台灣出國因為距離近 第一首選還是日本 櫻花季加上預言匯率持續探底 旅費相較去年同期便宜3% 也讓日本朝鮮人數暴增30% 出國旅遊找對時機 荷包相對減輕負擔 記者台北桃園綜合不倒 超級距離 東方 感谢观看